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媒体查询可以让我们根据设备显示器的特性 比如室口宽度 屏幕比例 设备方向 横向还是纵向为其设定一个特定的CSS样式 那么我们一般在媒体查询里面 用于检测的媒体特性有宽度 高度 颜色等等 那么我们这边来看个例子 比如说是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 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现在的显示器的分辨率下面 它是1440乘900 然后它显示的是两栏不直 那么我现在把我们的浏览器窗口缩小一点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这么宽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像这块区域 来我们量一下 它这块区域的话是多少呀 是在750 然后这块区域呢 这块区域是363 那么当我缩小我浏览器窗口的宽度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你的那个就是放到iPad或者是 部分内容到下面来 那么当我们再缩小浏览器窗口的时候 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来你可以发现我们的这个一栏不直啊 它会继续的往下去缩小 大家看 是不是它会再继续的往下去缩小 一直缩一直缩一直缩 那么你看 这样子的话相当于是在我们手机屏幕上去看了 就是这样子一个效果 看到没有啊 如果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面看 基本上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宽度 然后是这样的效果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媒体查询 那么我们媒体查询的那个用法是怎么用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主要是这样子的两个用法 一个语法 第一种语法呢 是直接写在我们的CSS里面 直接写在我们的CSS里面通过 Atmedia 然后呢 我们去选择这里有个media type 看到没有 就是选择我们的一个设备的类型 然后呢 这里有条件 用end来连接 还是用noter 还是用only end就是各个可以匹配好几个条件 noter呢 除了这个条件以外 only呢 是仅仅这个条件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media feature 就是我们的媒体条件 然后下面是特定的CSS属性 这是写在我们CSS里面的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当我现在如果CSS 就是说它的那个变 变的量非常多 而变的这个数量非常大 然后呢 如果光是写在一个我们CSS文档里面用第一种方法的话 如果它那个量非常大会导致我们CSS非常混乱看起来很累 那么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一个媒体 使用不同的CSS的一个就是样式表 外外部的样式表 然后呢 在这里一样的通过media 我们的一个媒体类型 然后呢 去匹配我们的条件 然后去调用不同的CSS样式表 看到没有 调用不同的CSS样式表 那么这就是我们媒体查询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么媒体查询的话呢 它在我们媒体上面啊 有这样子几种像什么 呃 适用于语音和音频合成器啊等等啊 然后适用于打印机啊什么的 我们大部分使用的是这个啊 啊 那个就是我们适用于显示器的这个screen啊 screen 然后呢 我们条件上面有哪些呢 条件上面有很多 像宽度高度 然后呢 deviceOS也是一种 还有devicehead 还有color颜色等等之类的 还有下面还有啊 它的条件非常多 看到没有 那么哪一种适用的比较多呢 一般我们都是用宽度来做匹配啊 一般来说我们是用宽度来做匹配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看一个例子 那么像刚才的这个例子呢 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啊 简化一下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媒体查询具体是怎么去使用的 那么这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啊 这是最最普通的一种使用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页面 现在呢 它整个背景色是白色的啊 整个背景色是白色的 那么我们来Style Type 好 然后呢 在这里我给它写上 Background 就是body body的Background 请号F00 这样子你就能看到 我的整个背景色变成了红颜色吧 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当我浏览器窗口 放大缩小的时候呀 我的这个颜色能够是不同的去变化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属性 之前讲过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什么呢 叫Maxwise和Minwise Maxwise是什么意思啊 最大宽度吧 对不对 Minwise是什么意思啊 最小宽度 最小宽度 也就是再小也不能小过多少 然后Maxwise呢 再大也不能大过多少 那么我在这里就要开始写我的媒体查询了 首先用什么 Ether Media Media 然后之后呢 Screen S SC R E 还是SC E 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好像少掉了一个啊 然后呢 我们 Screen Screen之后 然后是And 就是And 后面跟的就是我们的媒体条件 And后面就是我们的媒体条件 那么我们这里是W-I-D-T-H 那么当然不是这个宽度了 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我们这里应该要用什么 括号 括号 首先是括号 那么当我的浏览器 在比如说我现在把我的浏览器的这样子窗口分成几个等级 比如说小于800的时候 在800和1200之间以及1200以上的时候它们分别呈现不同的颜色 那么大家来想一下 当我浏览器窗口 或者说是我的一个元素要大于1200以上 那么用的是什么呀 MinWise 对不对 MinWise W-I-D-T-H 这里是杠啊 MinWise 然后呢 冒号 1200PX 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media feature是maxys1200PX 这里不用分号 不用分号 然后呢 我们这里 在这里呢 写上background B-A-C-K-G-R-O-U-N-D background 这里应该是body B-O-D-Y 直接去写什么 C-S-S-C要是 background 仅靠F00 好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什么 第一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 一样的 还是要写这个 media 第二个条件呢 是什么 我们800到1200 800到1200的话 就是什么 再大 就是再小 不能小过 多少 1200 然后呢 这里应该是MinWise MinWise 这里是800 就是再小 不能小过800 但是大的时候呢 end 大的时候 不能超过 多少 1200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的background 是锦号 0F0 接下来是我们这边 这边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 800以下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MaxWise 变成多少 800PX 然后background 的锦号 00F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效果 行不行啊 刷新一下 缩小 缩小到1200以下 你看是不是变成绿色了 来 大家仔细看 当我缩小到1200以下的时候 它是变成绿色了 大家在这个用 MinWise 和MaxWise的时候 一定要分清楚 它们的用法 一定要分清楚 它们的用法 MinWise 再小 也不能小过 多少1200 所以它是1200到无限大 然后呢 MaxWise 1200呢 再大也不能大过1200 所以最高也就到1200了 它只能往下去小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是1200 然后1200以下 1200以下 是不是变成蓝颜色了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媒体查询 那这就是我们的媒体查询 那么我们的媒体查询 除了可以用这个 光是用背景色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一些样式 比如说我现在BODY里面 BODY里面有一段话 比如说H1 北京 好 北京千锋互联有些公司 然后呢 这里有个P标签 P标签 然后这里呢 可以写上那个就是 我们的公司的一个名字 比如说什么做 就是做真实的自己 用那个良心做教育 好 做真实的自己 公司的一个口号 用良心做教育 然后呢 我们这里就不是BODY了 好 我先把BODY的条件都删了 好 我们这里呢 是改成是多少 H1 H1的话 在我的一个就是 在1200以上的时候 我可以给它写上什么呢 Fontasize 比如说是72PX 然后呢 我们的P标签 Fontasize 是36 或者是48 然后呢 有一个Background 仅号F00 然后我们这里 这里的条件 可以这么写 H1 然后呢72 然后这里的Fontasize 变成了多少 这里变成了48 然后这里的P标签 然后Fontasize 变成了36 然后Background 仅号0F0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 是H1 Fontasize 变成了36 然后下面的P标签 Fontasize 变成了24 然后Background 仅号0F0 00F 那么这个是稍微复杂一点的媒体 稍微复杂点的媒体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当我在原来的 就是1200以上的时候 这个文字是这么大 这里是这种大小 然后当我缩小的时候 你看 我缩小到1200以下 1200以下 是一个文字也缩小了 看到没有 上面文字和下面文字都缩小 下面文字背景色也变了 那么我们这里也 你看这里的文字又缩小了 那么这种的话就是可以说 就是会像这种情况 当我在1200以上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两栏布局 当我在1200以上的时候 就可能是两栏的布局 看到没有左右两栏 那么当我小于1200的时候呢 我可能两栏布局的左右宽度 都缩小一点 在800到1200之间 两栏布局的左右宽度 都缩小一点 然后当我小于800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什么 一栏布局 这样子的话需要更改整个布局了 所以在写这个效果的时候 它要比我们的媒体查询条件 可能要更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你可能需要写第二种方法 就是把我们不同的CSS样式 单独拎出来 然后在link这里 就直接先做媒体的一个查询 查询完以后 再去调取不同的一个CSS样式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媒体查询 如果把这个用熟练的话 那么我们的一个移动端的响应式布局 就做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知识点 就讲到这里了